小師傅 你好 找個表畫 好 謝謝 謝謝 請進來 我今天來到柴灣找了師傅幫我表畫 師傅已經有40年經驗 而我的畫基本上全部都是師傅幫我表畫的 像這張紙一樣我畫完之後 需要師傅幫我用紙座托底 師傅會令它平平 和之後才可以再上框 我的作品也比較麻煩 我這個作品 待會也要師傅幫我飛托 因為我的畫一濕水就很容易煩 所以師傅要很快地上場 幫我製作一張紙 我待會要先剪了一個形 因為我的畫全都是月形畫 所以這作品很特別 因為其實我們來講 我們做中國畫通常都是古老那些 但是現在藝術家就去到而古而今 首先他用的藍色來講 很多時候都是清代的青花 那這個就是現在不是那麼多人看的 但是用得補是很困難 那問題就是他那個作品 我們看下去看 很有一個個人風格 很獨特 而且他用的色是用得很絕 其實用青花畫一個圖案出來 畫到表達那個真實 也都相等於一個水脈 就是黑和白 那你表達到它出來 那就是完全講個人線條 如果你個人那個線條不行 就有很多東西漏 就是川崩 我們說川崩 就是有些就沒得補 那所以一個藝術家如果是寫水脈 白廟或者類似這些 是他操練了很久 還有他裏面設計一種東西 他的心可以出得到他的心 那這個就是個人風格很困難 但是他做到 因為他的色彩很容易掉 他用的顏色 那問題就是這種顏色 他獨特可以由他那個 做出他自己的心態出來 那所以呢 我們不會干涉了 藝術家落的色彩 我們不會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做出來之後呢 我一定要克服了 令到他的顏色彩 那這個就是一個好的妝表師 就是好的妝表師 你才可以做到這個東西 為什麼呢 首先那個手勢很純熟 第二就是說 你對那個顏色是很了解的 那我當初做阿嬌的畫呢 都有點脫鬧的 那當然啦 阿嬌說很客氣的 他說 那不要緊要我 每個東西都是練習的 那樣 那做了一兩次之後呢 就純熟了之後呢 那拿到那個標點 那那個成功率是差不多100了 那那九十九啦 不要緊要100啦 那但是又 我做 因為我做畫畫 就是做一個現代的畫呢 我都做很多 那其實阿嬌的話 可以令我多了一種粉絲 畫的顏色就很 經常都有的 但是我要做出來呢 用我的能力呢 盡量脫得少 甚至都不脫 可以啊 好緊張 那整個過程呢 那整個過程呢 是 裝表那個貼下去的過程完了 那現在就是讓它乾 那它乾了 那它乾了四周圍那個 紫拉達夠癢 不癢 不癢爆呢 就叫成功癢 那但是這個畫面裡面呢 已經是交代了是OK的了 沒有掉了 沒有啊沒有啊 因為那些顏色原先呢 雨水很容易化 我這張紙的問題 知道了 是 熟練了 有時師傅還會拿個 準備好吹風機 幫我吹那幅畫呢 有時如果太濕的話 那今天呢 我們天氣乾燥一點 所以不用做那個步驟 如果天氣潮濕 我們一定要做那樣的事 那時候你會見到 其實很多藝術家呢 都會用一些fine object 一些現有的心用品 或者是現有的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今天會做的